哎呦 what's up 你喜欢听杨和苏的说唱歌曲吗 每天在台上都异常愤怒的杨和苏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 他写了一首歌 致敬过他一段特别珍惜的感情 听完这首歌 或许你能够找到你之前的很久很久 让我们开始听歌吧 Let's go 其实我最怕一个人听这段情歌了 其实我最怕一个人听这桩回忆的歌 亲爱的我们很快就要自由了 你开心吗 不用再距离为爸妈的话 长大了就能有个自己的家 也 再也不用 只是在放学以后才敢牵你的手 甜蜜的走 我爱你我可以大声的去告诉整个宇宙 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三十年三十年 我们将来在一起的时间 才绝对不止这点 这一辈子结一生 我和你都会相互拥有 所以我决定要 把你名字吻在胸口里 你总是在我不经意间 又偷偷留进我梦里面 带我到很久很久以前 消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某个时间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遇到了你 那时候的我还并不懂得 应该要怎么去珍惜 每一次问你的机会 我还总跟你生气 为什么老是在半夜里打电话 问我些愚蠢的问题 像宝贝 你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爱我好了 我拜托你早睡 等明早 我们起床了再说 我总是天真的以为 没什么是不可能的 在阳光明媚的未来 我还会遇到无数个人 有时候现实就像一场暴风雨 一天一天西卷到梦里 用一双无心的手 无心的操控 你在掏空 你在内心所有自相信的 让我们对视的时候 也逐渐相应了 直到在某一天 某个不起眼的下笔天 我们终于同一位 我们的故事划上句号 我还记得你不停的哭 我也没忍住你抱着我说 好了我爱你 但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晕草 你总是在我不经意间 偷偷流进我梦里面 带我到很久很久以前 消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某个时间 带我到很久很久以前 消失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某个时间 OK这首歌结束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呢 一到五分 你该大打多少分呢 说唱音乐真的特别的 适合写这种情歌 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因为说唱音乐的性质 它字数本来就比较多 杨和苏毕竟是比较职业的rapper 他肯定不是在记流水账 他选了几个比较深刻的 而且听众也蛮容易 引起共鸣的角度来刻画 也让这首歌成功营造了几句 能够留得下来的记忆点歌词 我还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但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 这首歌是写给谁的 有很多种说法 你知道杨和苏这首歌 到底是写给谁的吗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留言在评论区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爱说唱的迪伦 给大家提供 有思想有内容 有技术分析性的歌曲测评 我们明天再见